今天這十三號 路委會就要來的 領域這個 基本港主心意為完會 六港團體是要求 基本港主應該要去 不過代表 主要的六大工商的團體 掌飾發表 審明後有政府 暫時不可以去 路主相後的意見 很不一樣 領域行政儀 婚姻女陳聰 她是表示說 基本港主還要去 是要還需要拚架 行政儀是尊重 路委會的意見 今天條件 基本港主 領域到路主相後 不一樣的意見 第三號路委會 領域基本港主 心意為完會之前 六大工商團隊在三號 領域做發表聲明 由由政府 減緩來蓋這個 基本港主 表示在河路薪水 沒達到之前 蓋這個 基本港主 只是河路得的好處 加上現在經濟學所 歷徒不夠 那是使用條件 可能衝擊到企業發展 馬上好像是生了一場大病 剛剛要好的時候 又要來一個 外界的衝擊 政府一向是很重視 工商團體的意見 但是我們要提醒政府 現在貧富落差這麼懸殊 社會的氛圍 對這種階級上的 不平等的人 這種感受很強烈 對著六大工商團體 跟駱工團體的意見 先建議會議長 彈出表示 陸主相反的聲音 都聽到 到底還沒條件 相信路易會會 會減控相反的意見 做出最好觀點 如果說 我們把基本工作 調升的話 是不是會對於 所得分配有所幫助 等等 我想這個都是要 綜合起來考量 不是只有單純的因素 我想這個是 很多因素要考量 我們尊重 老委會的專業 駱工團體認為 基本港主 是保障駱工商 的生活需求 應對的條件 蓋也改是人為 但是反對 蓋基本港主 只是希望政府 在蓋的過程 不要太努力 應該分改單進展 讓蓋也在 最新設施的時機 來蓋 這次總報道